画的还是牡丹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牡丹盛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写生去观察 我们通过观察以后可以练点练习写生 那我今天要画的这个是一个往下垂的牡丹 我们也知道我们观察以后 这个牡丹其实大部分的牡丹都看不到这个花蕊 都看不到这个花蕊 除非有极个别的这些花蕊 能看到这个牡丹花的花蕊 但是为了艺术效果 为了画面的效果 因为我们是画画的 画画呢就是艺术呢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所以说我们的花蕊呢 也是为了一个画面的这个花的衬托这个效果 所以说想把这个花蕊呢给它画上去 好那我今天还是用了大提头笔 这个提头笔呢是羊蚝和蓝蚝 生鲜纸 我现在打湿以后呢 我现在还是用 我今天要用的颜色呢是腌制 腌制和蜀红 蜀红的少许腌制稍微多一点 腌制呢 画到这个最深的时候呢 我会加一点墨 我现在把这个毛笔啊 给它打湿以后 避避水 然后我先调出这个薯红 很淡的啊 不要调太多 笔加上勾一点 然后往后调一调 然后呢我再勾点胭脂 加进去 再避避水 然后再勾点胭脂 这个时候呢毛笔立起来了就 啊我先画上 我再避避水啊 有点水多 我再加点 笔尖还加一点胭脂 好了 我现在这个颜色呢 是由深到浅啊 我现在把这个花的这个姿态给它画出来 每画每个花瓣的时候呢 要想这个花瓣的位置在哪 啊它的位置 我们画花啊 画什么花都是怎么样啊 也是把它这个 就像写出来似的啊 你不能去给它摆笔啊 你就是想象它的这个 这个花的这个怎么去走了啊 怎么去走了 摆摆它啊 摆 不是说给它摆得可整齐 尽量就是给它 怎么样呢 给它那个 哎 淡的地方就画哪了 淡的地方就画 就是比较淡的这个花瓣 也就是稍微远处一点花瓣 像我现在开始啊 把这些稍微 哎 开始往后啊往后 好我现在基本上呢 你看深浅都有了 我现在开始没有了啊 没有这个颜色了 我现在开始重新调颜色 重新调颜色 还是把这个淡的这个腌制呢 往笔度后面调 我刚开始调的时候 是淡的时候呢 是把笔啊 基本上是 笔头笔度 笔尾都 平放在这个盘子里头了 啊 这样转的笔条 然后我避一避 然后我就再调点这个腌制 笔头上调腌制 然后呢 稍微立起来一点 啊 立起来一点 逐步的就是给它立起来 同时呢 我想让这花瓣啊 我再加点花青 你可以加墨啊 刚才我说了可以加墨 也可以加墨的 我可以加点花青 啊 让这个颜色呢 稍微有点 跟它有点区别啊 我现在要 就是想象你画的时候 要想象这个 画的这个什么呀 它的这个姿态 啊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方向啊 方向 这个花它包括木丹花啊 它它也是你仔细观察 它很它是很乱的啊 很乱的 就是因为木丹花的花特别特别多啊 特别碎 我们笔尖上可以加点啊 一直在加笔尖上这个 因为笔尖上它重 所以说呢 腌制加花青 你也可以腌制加墨都可以 啊 我现在要把这两个层次给它 给它 画出来啊 继续往外啊 继续往外走 按下去啊 然后再加点水 稍微 稍微再加点腌制 一加上来一点花青 看哪儿平了啊 你看这儿平了 是吧 这儿平了 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给它破它 破 看哪儿平你就破哪儿 有些地方都要破 需要淡淡 我这边还可以 还可以在往外 扩一点 这个花啊 基本上就稍微 让它有一些这个 生鲜纸你画的时候 它会有出现什么现象呢 它会出现好像这个繁呢 下面有繁 你看都会上颜色啊 那没关系的啊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比较特殊的效果 也挺好的 啊 腌制 加点这个花青 要把这个两个颜色 给它就是近处了 和远处了 这个花瓣 给它序列出来 这个色彩上要有变化 我现在开始啊 怎么样呢 哎 它这点比较重 我就开始重一点 你画木丹花就不要想着摆 摆着花瓣 你越摆着花瓣 越 你就想到它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方向 花瓣的方向 这点最重 所以说我们这点就 画这个花蕊 我们再加点这个 重新调一下这个腌制 我把这点修一下 这点 修点什么呢 不能让它齐啊 我们说了哈 让它出来啊 让它出来一点 然后这边也是 尽量的让它那个什么 我们现在画叶子 叶子呢 我们再换一支笔 因为这支笔呢 你可以直接就是光去画 它的这个 花啊 换一支笔 换一支笔 你可以换个稍微大一点 可以换个小一点的 因为叶子咱还没有讲了 是吧 叶子 叶子咱们可以 叶子咱会有单独去讲的 是要画花呢 花基本上大家都能画出来 但是就是叶子可不好组合 所以说呢 叶子呢 要单独去讲 我画叶子可以用就是 藤黄 花青 藤黄花青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什么呀 我们刚才调了这个胭脂 加进去 加进去这样调 画出来这个叶子呢 特别好看 放点红头 因为我们一般就画什么呀 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呢 都说哈 画这个 呃 武藤花的叶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 画春天的花 秋天的叶子 因为秋天的叶子 比较多嘛 颜色比较多 层次比较多 所以说呢 好看 我们不能就说 春天的花 我们就画春天的叶子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但是为了画面效果 我们可以画 秋天的叶子 然后我们画花蕊 也可以去勾它的金 都可以 先勾金 是看你的这个 是用墨画的叶子 还是用颜色化的叶子 如果你是用颜色化的叶子呢 你就直接勾金 如果你是用这个 呃 墨勾的叶子呢 你就稍微等一会儿 再勾金 但是我现在可以直接勾金 因为我会用颜色化的 啊 所以有时候画画呢 在根据你的这个 你看 呃 我要画花蕊了 我现在不能画花蕊 不能画花蕊 我不能停了这儿等啊 我就去画叶子 画叶子呢 哎 就 画完叶子 然后再勾叶子 基本上它这个 就干得差不多了 是吧 然后我去勾金啊 勾金的时候就是不是勾金 就是画它那个什么时候呢 我们大家注意哪一点呢 是用这个 这个椰金笔 呃 椰金笔勾的时候呢 它会能把这个 呃 画蕊 就是勾的特别的 就是 精道啊 特别精道 椰金笔呢 勾出来的效果呢 比较好 所以我们一般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勾勾这个 这个蕊的时候呢 嗯 都是用这个椰金笔 就是画工笔画的时候 那个小 就像很小的啊 很细的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中间呢 可以先用这个三青 或者是二青 都可以根据你的画面需要吧 去把它叫什么呀 它的这个蕊 也就是说呢 它的雌蕊 给点出来 啊 点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用 藤黄 加点白色 或者用藤黄 光用藤黄 直接 把开的这个什么呀 熊蕊 画一下 浓郁一点的藤黄 因为它需要让它跳嘛 其实 像花瓣这么多的话 它这个蕊啊 基本上都看不着了 但是为了画面效果 那我们就一般是 凸出来这个蕊 很稠的啊 我这个特别稠 不稠的话 它就画不上去 所以说我们一定得 点点 然后呢 给它勾一下 这个花蕊 我也有单独讲过的 大家也可以去找这个课 有点 就是我 来 点击 点击 空 好了,那这幅画就画完了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